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声 明白吗 想声 明白了 这个演员说话有口音 像是俩字他不会说 来 跟我读 像声 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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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你 你怎么 你是脑子有病吗 这不是 你说话说不利涂吗 想 动静 声音 明白吗 就你说的是一声俱响 怕吗 他也没什么好怕的呀 不怕呀 不怕 那我跟你不一样 你呢 各位 我就怕这个响 怕响 对了 是啊 尤其闹铃的声音我最害怕 诸位 见着新鲜的物种了 我头回见着有怕闹铃呢 我真是怕闹铃 不是 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从小就离不开这个闹铃 不是 您具体说说 具体说一说 那就说我当年呱呱坠地的时候吧 你说啥嘛 呱呱坠地呢 就是出生之后 咕咕坠地 出生之后 嗯 只要是闹铃一响 啊 这话是你爸问谁的 问我妈呗 你妈怎么回答 你懂个溜啊 这叫科学喂养 嗯 到了点就得吃饭 哦 知道吗 不是 那孩子他要不饿呢 他刚老生的孩子 哪懂得饿不饿 这都得打好提前亮 不是 那他要是不响吃呢 他不响 闹铃响 铃 铃声响了 那赶紧喂奶吧 胡说 不是吗 该撒尿了 撒尿也上闹铃啊 我爸又问了 撒尿也上闹铃啊 来来 你等会儿 这话谁说的 我爸说的呀 怎么又和我说的一样啊 巧了呗 又巧了 对呀 还问你妈 那他怎么回答呢 你懂个溜啊 你妈这么凶悍呢 这个叫科学撒尿 哎呀 小孩该尿的时候不尿 憋出肾结石怎么办 那玩意儿有憋出来的啊 总尿裤子像话吗 嗯 跟你似的倒行了 二十多岁呢 还尿炕呢 没听说我谁呀 不像话呀 这也不像话 不好调理 那万一他要是不想尿呢 他不想 闹铃响 铃 铃声又响了 那甭说 赶紧撒尿吧 胡说 该睡觉了 睡觉也上闹铃 我爸爸又问了 睡觉也上闹铃 不是 你是缺爸爸是吗 怎么老把这植物往我这儿安呢 干嘛缺热啊 这不是传统技巧吗这不 传统技巧没有挖坑埋自个儿的 总而言之 铃声一响就得催我睡觉 那他要是不想睡觉呢 他不想 闹铃响 我就知道本身微剧 这么说吧 我小时候总生活在闹铃的惊恐之中 干嘛还总啊 科学睡眠 科学饮食 科学出行 你经不住闹铃总响啊 你应该算闹铃的儿子 假话的这就 好假活的 我跟您说啊 小时候是比较麻烦 等您长大了就没事了 长大了 那就说我三岁那年吧 你管这叫长大了 铃 铃声又响了 那甭说了 这是该喂奶了 不是 该撒尿了 也不是 该睡觉了 更不是了 那这是 该上幼儿园了 我把这个忘了 你忘了 那铃没忘 铃 铃声又响了 这是让你起床上幼儿园 干嘛 起床 这就起床 我还是个宝宝 干嘛呢这是 什么样啊 我都说了 科学睡眠 没睡够呢 没听说过 早睡早起身体好 赶紧起 赶紧起 起 我赶不起吗 我们家那铃 响起来没完啊 是啊 总在那铃铃铃啊 起床之后铃铃铃 穿衣服铃铃铃 刷牙漱口铃铃铃 吃早饭铃铃铃 出门铃铃 路上铃铃� 到了铃铃 到了铃铃铃 这比耍猴子都热呢 到了幼儿园门口 那铃铃铃又响起来 那是催你进去呢 进去 我不敢进去 我设恐 宝贝你才三岁 你就是个哀人了是吗 关键你想啊 三岁的孩子 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 能不害怕吗 妈可也是 你们想象一下 幼儿园 我都不认识 没爷爷奶奶 没爸爸妈妈 也没弟弟妹妹 要不你找找任老师的儿子 那靠谱 他俩设牛是吗 对 帮你一把 那跟是我设恐 玩不到一块去 那不是 幼儿园里该学习学习 该上课上课 你别跟我提上课 怎么着 幼儿园上课 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 怎么着 上课你别打铃啊 为什么 你一上课铃声一响 我生理反应 条件反射 怎么着 就像喝奶 哎呦我天哪 我喝谁的奶合适啊 喝谁的都不合适 身边人我都不认识啊 废话 那不能那么干 不能那么干 就熬吧 熬 好不容易 熬到了我六岁那年 该上小学了 这小学跟幼儿园还不一样 怎么呢 小学那铃声打得可勤 是啊 四十五分钟打一回 那你得喝多少奶 对啊 我当时也意识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是不是该断奶了呢 先生 您都六岁了 你是光长岁数不长智力啊 这话不好听啊 不是小学那铃声是让你喝奶的 那不然呢 那是让你学习文化知识的 我知道这道理 所以在铃声的督促下 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哎呀 不知道怎么考上的 怎么考上的 嗯 铃儿 哎呦 你谢谢这铃声 没他你怎么过呀 考上大学了 哎呦 上了大学之后 我想起一件事 怎么着 这个大学他也得考试 废话 你不考试怎么进大学呀 对呀 我当时我还在想呢 你说我都这么大了 还让闹铃儿管着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那可太合适了 毕竟你妈不在身边呀 怎么听你这意思 我得管那铃儿叫妈 你管他叫干妈也行 那那铃儿一想我就考试去 不让你喝奶去 喝奶像话 还是得考试去 考呗 嗯 考试 好 不就是考试吗 你咬什么牙呀你 一到考试我就恨老师 你凭什么恨人家呀 恨他们凭什么不给我复习呢 人老师都开复习课 准是你没去 对呀 我干嘛去了 你干嘛去了你问我 你干嘛去你自己说 我不就玩入戏去了吗 大学学习得凭自觉知道吗 自觉啊 我没自觉过呀 怎么着 从小就是闹铃儿管着我呀 您自己不会定俩闹铃儿 多粗自己了 我不定啊 自从我上了大学 嗯 我就在这个手机上 把闹铃儿的功能彻底删除了 不要了 我就这么在没有铃声的环境当中 潇洒了四年 生生玩了四年哪 我还告诉你 嗯 得亏我没上研究生 那要是上了研究生 我就玩了六年了 你还好意思说呢是吗 嗯 大学里光玩补学习 你完事毕业以后就业 这怎么办呢 就业再找呗 你找得到吗你 找到了 还真找到了 找着一份工作 那运气还不错 但是 嗯 还得让我订闹铃儿 为什么 单位要求打卡上班 嗯 迟到他得扣钱 多缺德 这不是基本的规章制度吗 对对对 啊 对呀 我挣你们钱 没什么可说的 没话说 关键有那个不挣钱的 也得让我订闹铃儿 比方说 嗯 抢门票 嗯 抢火车票 抢演唱会门票 那那是得订闹铃儿 这都得订啊 对 尤其是演唱会 嗯 那门票太难抢了 难抢就别去呗 我能不去吗 怎么着 我对象想去啊 哦 都谈对象 拉着我一块儿看 哎 去年十一月 嗯 有一明星 嗯 体育馆 办一场演唱会 瞧瞧吧 我订的半夜十二点的闹铃儿 哎呀 好不容易抢了账票 啊 抢的还是山顶票 哦 那离得太远了 坐在最远的位置 嗯 关键那天 听他唱那歌我都来气 唱的什么呢 唱了一首《屋顶》 啊 屋顶挺好听的 那么我坐在山顶 听你唱《屋顶》 嗨 就我这山顶离他那屋顶 打个车都得八十块钱 把他气着了 多缺德呀 还真是的 看完演唱会 哎 十点半 嗯 到家之后 嗯 我得定一个 十一点五十八分的闹铃儿 这是干什么呢 第二天双十一 哦 要卡着点买东西 得买东西 哦 有道理 双十一当天晚上 嗯 我还得定一个 十一点五十九分的闹铃儿 这又是干什么呀 第二天我对象生日 哦 这也是重要的日子 嗯 得定啊 不是 怎么 为什么生日也得定闹铃呢 你是年轻人吗 怎么了 大伙都知道 现在年轻人过生日 嗯 送祝福都得卡点送吧 哦 对对对 有这讲究 得等着十二点 是是是 哎 微信上消息一发 嗯 人家甭提多开心 哦 那是啊 我那天就是 嗯 五十九分 铃儿 铃声响了 行啊 哎 拿着手机 哎 把我对象扒了行 哎 哎 行不行 给你发祝福了 哈哈哈哈 就在你身边的是吗 哈哈哈哈 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呀 有仪式感 你这么闲的嘛 结果坏了 啊 自作聪明 怎么回事 我对象犯起床气了 嗯 哦 生你气了 哎 他气性大呀 哎呦 呵 就因为这事 一个多月没理我 嘿 你至于不至于 哎 一个多月过去之后 嗯 我对象跟我和好 嗯 头一件事就是让我定闹铃 这又干什么呀 双十二了 双十二了 嘿 买东西没完了 对不对 嗯 双十二过完还得定闹铃 又定什么呀 他妈过生日 这也得定啊 还这也得定啊 啊 他妈过生日 他爸过生日 他爷爷过生日 他奶奶过生日 他姥姥过生日 他姥爷过生日 祸 他女闺蜜过生日 他男闺蜜过生日 男闺蜜也归你定啊 咋这不求人办过事吗 这不 怎么真有你的 就因为我方方面面都做的周全 嗯 给他哄开心了 是吗 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我们俩结婚了 修成正果了 结婚之后还得定闹铃 这为什么事啊 结婚纪念日 哦又喝 这不能忘了 那确实 大早晨的铃铃声一响 嗯 起来剃头洗澡布置屋子做烛光晚餐 好啊 往后我们两口子的日子 过得那是甜甜蜜蜜 真不错 没过多久 我们俩都有孩子了 那有孩子就再也不用定闹铃了 那更得定闹铃 为什么呀 因为定闹铃啊 方便给孩子喂奶 哎呦回来了 好